各位五國界國際Facebook的粉絲老闆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非常有幸的請到藝術家張天宇、張大師來到現場 這位藝術家是國內非常資深、有名 並且他的畫作在國父紀念館裡面都有收藏 那麼今天我先帶大家巡禮他的這一些畫作 那麼其中有一幅是國畫,其他十一幅是油畫 那麼張大師他的畫作是非常有生命力 那麼顏色非常的豐富 並且非常的有幻想力、也有故事性 那這剛好跟本公司從事各種商品的設計的理念是相通的 也就是說他裡面有非常多的原型 他也包含宇宙、古今中外各種象徵含義的理念在裡面 那麼我們現在就請張大師入鏡來 我們就是說很自然的來看我們張大師 希望介紹他哪一些畫作 那當然這裡面會有互動 那麼我們請張大師 非常高興今天也很榮幸 又再見到你 好啊非常非常開心 那麼我想請教張大師就是說 今天這十二幅畫裡面 您想要先從哪一幅開始說起 從這一幅開始說起 唯一的一幅就是國畫的部分 對,這是我在林口 林口那個雲非常的漂亮 我在樓上 那時候我在軍隊裡面 在頂樓的時候看天上雲整片一片 就像這個火鳳凰一樣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用形書就是形凱的筆法來畫 所以你能看他那個細密那種感覺 然後書法那種飄逸 擺設出來 張大師早期的作品是比較多 是屬於書法國畫類的嗎 對,最早說是水墨畫 然後再開始學有畫這樣 是是是 然後呢 這是屬於東方的畫府鳳凰 我鳳凰是 鳳凰經過五百年 然後呢 他這樣木地 才結合在一起 燃燒自己 然後變成一個更新的 所以我們鼓舞自己 常常要改變自己 然後 像武林世家一樣 水手就是武器 你東西 東西在你旁邊 就能可以造就你自己的成就 所以你把那些東西拿來充實自己 變成一個新的自己 所以張大師因為他以前是研究炮彈 對,我以前是研究炮兵還有飛彈還有火箭 所以張大師常常都是他的畫作裡面就是充滿著這個力量 甚至是殺氣 對,殺氣騰騰 那麼以我對國畫的了解就是說您像這種乾筆的這樣子的這種處理 是不是算是比較創新的一種做法 對 因為我想說要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中外古今都不一樣 所以我要創造我自己的那種感覺出來 所以要有一個義大利的雕刻家說要用祖國的靈魂來創造祖國的話 所以我用書法的筆劃來創造我自己的話 所以這樣就是已經有就是說畢卡索的突破的感覺 他死了,我是活的 哈哈哈哈哈哈 是是是 對對對 這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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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剛剛有注意到這個 這個部分是不是有點像那種凸鷹的雕 因為我對鳳凰不是那麼了解 但是我感覺這個好像是跟大不大一樣 那時候對於軍中有些長官的做法 我實在看不過 所以有些誇大 所以我現在說一定要飄給你看 一定要飄給你看 所以要自我奮鬥 所以會有一種老英文 那這畫作是多 大概在哪一頁? 那差不多是在結婚之前吧 八十年 民國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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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二十年前 大概是二十年前 大概是二十年前 對 二十年前 那他 他有好像很多尾巴 對 其實他這個 魚的感覺就是這種這種樣子 然後我看的時候 我在加上 那九是有什麼 是九尾狐狸嗎 還是? 就是九命怪貓 哈哈哈哈 有什麼冒犯之處 純粹是我自己發的問題 那他像這樣子的 這種關節處的這種 是屬於 是屬於 是屬於一種爆發力 還是一種 炮彈 他要衝出去之前 先要拉住自己 像我太太跟我講說 你要往前衝是一個力量 但是你要拉回來 就是兩倍力量 這個內裂 出去內裂 但是我非常欣賞這個 這個細緻 這個部分 這個毛這樣子 這個樣子 因為我本身出來的時候 他的毛很細緻 很又嫩 有沒有 重新來過 所以但這邊就是說 有肌肉的呈現 對對對 然後有的 所以是有的 有的很有力量 有的 他是虛又到實這樣 爆發力 那因為我知道 這一副畫 是他的西方版 對 這是西方版 這是東方版 是是是 然後我們西方版的話 就是說 這個火候盤 它完全的毀滅以後 它化作各種色彩 所以你找出它那種形象 但可以由它這些 可以它知道它那種 以前是什麼樣子 然後它要生出什麼樣子 給它感覺 給它位置在這裡 這裡我可以給一點特寫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就是說 它這個綠 它有分層次 然後它跟紅是補色 然後它這裡的力量是特別大 就是說 而且橘跟黃跟綠 然後跟這裡是墨綠 然後帶出來這個渲染 像這個部分我想是非常了不起的 就是說沒有很深的底蘊 可能沒有辦法做得到 像甚至是這個地方 有點墨字的感覺這樣子 那麼 我知道這有一個出版社 是圓景出版社 圓景出版社 有以這個作為它的封面 它就是說有在處理過 然後去適合它的封面 對嗎 比對一下 這本書等於是它來自於這裡 然後它有一個 這個是CD是吧 也有音樂 對對對 這是那個明報的那個文藝主編 是 那它做的一個詩集 然後那個圓景老闆 以這個為封面 然後做成一個DVD 它的那個 呃 配樂 那這裡面是 國樂還是西方樂還是什麼樂 呃 它念詩的 哦念詩的 對對對 那後面有沒有背景音樂 有沒有什麼佛教的 我忘記了 很久了 那這是不是我可以聽聽 你可以 我聽聽 我到時候有什麼感想 我再來 跟大家說 對 那 那嫂子麻煩這邊 幫我們拿一下 欸我們也可以 不敢 不敢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那嫂子非常賢慧 那麼 因為 我是想這樣 喔 因為我剛剛看到這一幅 當然是非常的精闢 就是 但是其實 它讓我去 跟這一幅有連結在一起 那我想要請教您一下 就是說 這一幅它 它就是說跟那一幅有什麼關聯性 因為我總覺得說 它在色調上 或者是 像這個 這個好像是 就是說那個筆字 的那個水字的那種處理 其實是滿 滿類似的 它這有沒有關聯性呢 有 好 那關聯性我們下一集再講 不好意思 哈哈 因為喔 就是我們 設備有限 這只能錄十分鐘以後 又要再來講 OK 好 那我們待會見